她说她的妹妹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得到精神分裂症 到今天二十年了 她常会把别人的话或行为往坏处想 让我父母头痛多年 旅游时也必须带她旅游 但是她常会途中发脾气 然后她不信佛 师父我私底下要怎么帮她 她的病才会完全康复 我的父母才会安心 很重要 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首先要帮她多做功德 第二个我建议你去问 如果我们的几个世界懂了 到底你妹妹身上有什么冤亲在主 有什么业障 因为我们时代很认真了 但是有时候找不到 然后要帮她找出理由来 那如果一时找不到 至少你每次都帮她写牌位 除了红色的 你要黄色的就是你妹妹的冤亲在主 要写得很清楚 我最近处理了一个 有一位菩萨很有钱 但是经常发疯 经常闹 然后后来我就帮她去 请她去问懂的人 懂的人跟她讲 因为她有堕胎没超度 第二个 她身边有自杀的女魂掺着她 然后她问我 我说那既然是这样 那你就帮这个自杀女魂做功德 除了帮她写牌位 取个名字 做功德 你要帮她点灯 放声都可以 让她有福报 然后这四个堕胎小孩 也要让当事者忏悔 她说她怕她不忏悔 不会 我说你跟她讲讲看 结果她说有 你就忏悔 对不对 所以这样以后 我发觉 我又问她 最近安定了 不再发疯了 不再想要自杀了 这个有用 所以我认为 各位如果有这个问题 我们要不此下问 家里有人这种病 很痛苦 因为有一阵子 我妈妈 我妈妈就很痛苦 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样 躁郁症 我想要杀人 然后我妈妈就很怕 怕到我妈妈那阵子 想要自杀 后来我就干脆 把他们分开住 对不对 分开住 然后就把这些理由 统统找出来 然后现在都没事了 现在两个老子 还会稍微 还不会吵架 叫他们住在一起 不要 但是两个都没有这个问题 我爸爸变最多 180度 180度的改变 不会发脾气 从来不会洗洗脸 等着升天这样而已 他就等着升天 我为了这个事情 还去 挖杯 甚至请示那些 懂的 我爸爸到底会不会升天 我没有讲 我只是问那个 他那个会打坐 他说 你爸爸保证升天 我一定很高兴 但是 当然我们做儿女 就是希望他快快乐乐 对不对 我们尽量做 所以你自己也要发心 发心 慢慢的 也可以改变对方 然后我前天 跟我妈妈见面 我一直怀疑我妈妈 有没有在念佛 那天带我看 你看我这条念得很紧 我太安慰了 阿弥陀佛观世摸 阿弥陀佛观世摸 他说他每天这样念 所以 我讲一个 我同样这个事情 我在问我爸爸的时候 也问我妈妈说 我妈妈身边也没有 因为我爸爸 他现在变成没有体力 不能走路 气色不好 然后 那一位 打坐的菩萨跟他说 因为你老爸 他们很多 这个 万亲借助 他也没有在悔中 而且 而且会去找他 因为找他才会找我 我会帮他 那我就了解 为什么我妈妈不会 因为我妈妈 每天阿弥陀佛观世摸菩萨 他有在修行 对不对 他有在点香 所以他有功德力 他有功德力 那这些 冤亲在主呢 他就得到这个功德力 那我爸爸没有 我爸爸没有 我一直回向给他 这样而已 如果他自己能够做一点 所以我现在就 拜托他旁边的 一个侍者 每天 帮他念念大悲咒 房间撒一撒 这样 如果有这些冤亲在主 那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这是我的经验 参考参考 所以这个世界 忧郁赵遇的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发觉 除了自己的个性 我职很强 很有赵业 再来真的有鬼神 所以这个方面都要解决 都要解决 你要先从鬼神解决 然后帮他修功德 减低他的业障 慢慢他心情平复了 跟他说说法 对不对 那一天他对观音菩萨 有信心 这些问题 永远都有的 再来 再来 不再来 永远都在